Dia签了以后 台湾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那么他们两个 连胜文 柯文哲 当选到底有什么影响 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台北市有什么差别 我们需要讲 中韩要签FTA 那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连胜文是不是应该 赶快跳出来说 我是财经专家 我是这个 这个科伦比亚的法学博士 然后呢 我告诉你 对台北市有什么影响 这是不是 其实也不瞒各位报告 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有一部分的媒体 就有问到我有关 中韩FTA的事情 我就讲了 但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 我现在没有人报到 我好像讲了也白讲的感觉 讲了也白讲的感觉 被试有什么影响 这是不是 其实也不瞒 讲了也白讲的感觉 那是不是你讲的不够总动 或是不够 所以我想 这个FTA的对台北市的冲击 对台湾的冲击 是全面性的 台北市可能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台北市没有这么多 制造业在这里 就是马上看不出来 马上的影响 大概看不出来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重点就是 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你包括像这一次 中韩签了FTA 电子商务这个问题 全台湾最大的电子商务 通通在台北 所有这些能够从事 电子商务公司 全部在台北 你现在寒货 因为寒距寒流的原响 寒货在大陆 已经在某些重要的这种 比如说百货 或者通路当中 不管是吃的 喝的 用的 已经超过台湾了 已经超过台湾 被试有什么影响 这其实也不 讲烈白讲的感觉 讲烈白讲的感觉 你等到他将来想之后 很多特... 不管是关税的减免 或者贸易障碍的降低 或者是法规上的一些 障碍的排除之后 你台湾的这些企业 尤其中小企业 你怎么去跟他比你比不了 你当选台北市商 跟柯文哲当选有什么差别 所以重点就来 讲烈白讲的感觉 我一再强调 今天我们走国际化 国际化并不是只有拜两个 比如说世界设计师 或世界大学运动会 这两个很重要 但这不是唯一的 最重要是你怎么样 透过国际化的过程 来帮本地的人 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利益可以让更多人分享 这才对 我刚刚... 台北市商 跟柯文哲当选有什么差别 所以重点就来 讲烈白讲的感觉 才去跟这个 我们交通运输业的人在讨论 我说请问你 台湾一年来了一千万观光客 你们能够分享到的观光材 是多少 他说没办法算 因为营运的形态 它没有办法 为什么你最后来台北市商 你就比较有国际化 所以我就跟他讲 讲烈白讲的感觉 我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方法 怎么样可以让你 你们这比如说计程车 比如说计程车 我刚刚跟计程车业者在讨论 怎么样跟计程车 怎么样可以让你参与台北市 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些利益 我们讲说观光才好 怎么样可以做 我们想办法去做 你中的台北市 你就比较有国际化 所以我就跟他讲 讲了也白讲的感觉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讲说有这个 我们之前有提出一些外语能力 外语能力培训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好 但是实际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可行 我们说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们用什么别的方法去做 我们大家坐下来讨论一个方法 然后做了方法出来 马上去执行 还有其他 比如说像我们观光旅游业 很多观光旅游业 其实还是面对很多的问题 要解决你全世界观光客来台北 第一个地方 来台湾第一个地方就到台北 来到台北 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我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注意 我能够提供业者什么样的注意 我如何去帮助你 去创造更多的效益 这个是我可以做得到 好 那么到底这个FTA签了以后 台湾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那么他们两个 连胜文 柯文哲当权到底有什么影响 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台北市有什么差别 我们需要讲 奖劣白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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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应该很岁月 给你一 bus 我们 的 的 我们 我们